哈喽大家好 在之前的几期视频当中 我提到了华为的芯片备胎计划 那在芯片备胎计划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芯片制造过程 那芯片制造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技术 就叫做光刻机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光刻机 提到了光刻机 就不得不提到一家公司了 那家公司是谁呢 就是ASML 是一家荷兰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在1984年的时候 那它目前所在这个高端 光刻机的市场 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 它在市场的占用率达到了80%以上 那之前新闻当中 我们不是看到 中芯国际这家公司 不是花了1.2亿美金的高价 买了ASML 就是这家公司的一台EUA的光刻机 那就是说的就是这家公司 那ASML这家公司 有没有竞争对手呢 曾经有过两家 一家就是尼康 另一家就是佳能 而且尼康 曾经和这个半导体的巨头 英特尔曾经合作过 但是合作的效果不好 所以呢 尼康和佳能这两家公司 也逐渐退出了高端光刻机的市场 至此呢 ASML就达到了现在的一个垄断的地位 而且像这个英特尔啦 台积电啦 还有三星这种半导体的巨头 也在向ASML这家公司 进行一个入资和入股 那它目的呢 就是要谋求这种 高端光刻设备上的一个共同开发 和一个优先的采购权 那关于这些方面呢 我们稍后再讲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光刻机的原理 那光刻机的原理呢 其实跟这个换灯机有一点像啊 就是把光通过这种带有集成电路图的这种眼膜 Mask也就是所谓的这种光照啊 投射到这个图有光刻胶的这种晶圆上 当然光刻工艺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它包括表面清洗的烘干啦 还包括这个涂底啦 还有悬涂光刻胶啦 软轰啦 曝光啦 还有后轰啦 硬轰啦 等等啊 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这些过程大家其实不需要记 大家需要记得就是 在光刻技术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光源 换句话说就是光源的波长啊 我在上期视频当中给大家介绍紫外线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啊 就是波长越短 它可曝光的这种特征尺寸就会越小 所以对于光刻机来说 最快也最直接的进步方法 就是降低光源的波长 那为什么是降低波长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呢 那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定律和一个公式了 那一个定律就是摩尔定律了啊 那摩尔定律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集成电路的这个密度啊 是每隔一年就要翻倍 最初啊 后来要改成每隔两年要翻倍啊 那集成电路的密度翻倍 相应的它的CD值就是要减半 CD就是曝光关键尺寸啊 换句话说就是要每两年 要把这个曝光关键尺寸CD降低50% 那这个CD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了一个公式了 就是瑞利公式啊 我们看到这个瑞利公式 看到这个公式之后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要降低CD 一种方法就是要降低它的波长 还有呢就是提高镜头的这个竖直孔径 NA 另一个呢就是降低它的综合因素 K1 当然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降低光源的波长了 那这种光源的选择都有哪些呢 那最早期的开始呢 是这种高压弧光灯啊 高压弧光灯 那它呢基本上是分为这种G线和I线了 G线大概是这个436纳米左右 I线是365纳米左右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G线还是I线 跟我们现在这种7纳米制成的这种芯片 还是有很很大的差距的啊 那好再接下来呢 就是过渡到我们的DUV这个时代啊 DUV呢就是我上期视频也提到过了 就是这种Deep 就是深紫外线啊 它实际上是一种这种准分子激光了 它包括这种KRF和ARF KRF呢大概是248纳米左右 ARF大概是193纳米左右啊 这个ARF我再额外提一下啊 就是我们在做这种技术眼的这种手术的时候 用到的就是这种ARF 那在这个ARF之后呢 为了要突破这个193纳米啊 也分了很多很多个阵营啊 包括这个157纳米的这种F2的激光 也包括这种刚才我提到荷兰这家ARF这款公司 所选择的这种EOV 那它的这个波长可以达到这个接近10纳米 那尼康选择的什么呢 它选择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技术 就是电子速投射 就是一个EPL 它的波长可以达到0.004纳米啊 那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阵营啊 比如说这种离子投射了 还包括一些X光了等等啊 这些不同的阵营 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最终是以这种尼康的失败 和ASML这家荷兰公司的胜利而告终 那所以我们下一代的光刻机 就进入到了EOV时代啊 那这个EOV光线它有什么特点呢 那EOV顾名思义啊 它这个Extreme 就是它是极子外光啊 它的这个能量和破坏性都非常非常的高 它的波长也近近了10纳米左右 那于在空气当中 我们这个空气当中的分子 对于这个EOV光线 它是有一定的干扰的 它会影响了这个EOV光线的折射率 所以在用EOV进行光刻的时候 一定要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 这是它跟前几代的光刻技术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EOV就是极子外光啊 它是非常非常接近X光了 所以它又被称为这种软X光啊 这种软X光呢 它非常容易被这种镜头玻璃内的材料所吸收 就不能再用这种传统的透镜来实现了 许而代之呢 是要用这种反射镜啊 那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DBR了 就是波拉格反射镜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隔壁专业 就是光电工程毕业的这种工程师 他们所研究的范畴了 好那刚才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种不同类型的光源 包括这种高压活光灯啦 还有DUV啦 EOV啦 不同光源它们的特点和区别啊 这里我要着重提下的就是呢 并不是仅仅是只有EOV的光刻机可以生产7纳米的芯片啊 其实在DUV的时期 那这种进入式的这种光刻机 它依靠这种高数值孔径的这种镜头 还有这种多重的光照啊 等等诸多的技术 已经可以实现到7纳米了 这个就是这种第一代7纳米和这种第二代7纳米的这种区别吧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那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最主流的几款旗舰机啊 那比如苹果 苹果它的旗舰机搭配的是A12 还有就是华为的旗舰机所搭配的麒麟980 还有就是高通的这种骁龙855啊 这三款芯片它们都是由台积电来进行一个代工 那它所采用的这种技术就是第一代的7纳米技术 也就是还是用这种DUV这种技术来实现的7纳米 那台积电呢在第二代的这种7纳米芯片的生产上 是采用了这种EUV的技术啊 但是它目前还没有量产 目前只是流片成功了 那它的一个优势呢 是这种增加了这种经济款的密度 另外呢在同等频率下也降低了它的功率 那有些人就会问了啊 就是既然我们已经购买了这种EUV的光刻机了 那为什么我们在生产7纳米芯片的时候 不去用EUV的光刻机去生产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因为在目前的这种高端芯片的这种制造行业当中呢 EUV的这种技术还不够成熟啊 如果你贸然的用EUV去替换来生产这种7纳米的这种芯片 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芯片它是分为很多很多很多层的 所以台积电在它目前第二代的7纳米制程当中呢 也只是在它四个非关键的层上用到了这种EUV的技术 那其他的层依然还是用原来这种DUV的技术 那有没有公司去尝试采用这种EUV的光刻技术呢 有 那家公司就是三星 那三星在它第一代的7纳米的芯片制造上 就很激进的采用了这种EUV 也就是极紫外线的这种光刻技术 那当然它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了 那所以呢 它在自己家的这种猎户座的9820上 就只能采用这种8纳米作为一个过渡 那这样子呢 它就在纸面上已经就输给了台积电的7纳米了 所以三星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没有信心啊 所以它的旗舰机S10的时候 它就出了两款 一款是搭载自家的这种猎户座的9820 另一款呢就是用了高通的骁龙855 那不管怎么说 EUV光刻机确实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而且它的研发成本巨大 那这就是为什么荷兰林家公司 让半导体的三大巨头进行一个入股 共同进行一个开发 而且EUV这个光刻机它的售价也非常非常的昂贵 达到了1.2亿美金一台 即使这样 依旧一台难求 那最关键的问题 并不是这种像顺风快递包邮到货这种概念啊 这一台EUV的光刻机它重达100多吨 而且它是有十几万个零件来组成的 需要用这种几十个集装箱进行一个运输 而且到货了之后呢 你这种安装和调试的也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这也是为什么中芯国际那家公司 这次在去年花了1.2亿美金购买了一台EUV的光刻机 到现在还没有到货的一个原因吧 而且网上很多人不是谈论吗 中芯国际这次花了1.2亿美金购买的这台EUV的光刻机 那钱花的太贵了 它这个花的钱相当于是两台的这种波音的飞机啊 或者是一台这种F35的价格了 它要比台积电了或者三星了 它们购买的价格要贵得多 但是刚才我已经说到了啊 像台积电了 英特尔了还有三星 它们实际上是这种已经入股到了这个荷兰的公司了 所以当然它们采购的价格会相对要低一些了 而且呢之前还有篇报道说 这个ASML这家公司它的产能非常非常低 它在2018年一共就生产了大概是20台的这种光刻机 那这个被台积电定掉了10台 然后三星是6台 英特尔是3台 那剩下的一台应该就是给了这个中芯国际了 那所以说呢 在这种光刻机的市场 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贵或者不贵 而是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那说到这个中芯国际啊 我再多说两句啊 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就是当时在出现美国要围堵华为 而华为又出现了这种芯片这种备胎计划的时候 就是关键的时刻 当时出了一个新闻 那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中芯国际宣布要在美国 就在纽交所进行一个退市 那中芯国际呢 他计划在2019年的6月3号 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相关的文件 准备要在纽交所进行一个摘牌 那预计最后一个交易日呢 大概是在6月13号 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中芯国际为什么要选择在纽交所退市呢 那其实他的公告里面 包括网上的一些分析 也给出了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那最关键的核心并不是网上那些原因 那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一个例子 就是360的例子 那360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 正式的从美国进行一个退市 那在短短的一年多的一个时间 在2017年底的时候就宣布 那个时候是借壳江南佳节重返A股 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正式的一个上市 那360为什么要选择从美国退市而重返A股呢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360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涉及到网络安全 而中芯国际这家公司 它的核心业务是芯片制造 芯片制造和网络安全都是国之重器 都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家公司 选择从美国退市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提到这个中芯国际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了 这个人物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的名字就叫做梁梦松 那为什么要提到梁梦松这个人呢 是因为梁梦松他在半导体行业 尤其是在芯片制造业行业 有着非常传奇的职业生涯 他在这个行业可谓是家喻户晓 那如果不知道梁梦松是谁的呢 我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聊一下梁梦松 梁梦松他是毕业于加州大学的 伯克莱分校的电机学的一个博士 那他曾经就职于AMD 那在1992年的时候呢 他加盟了这个台积电 在台积电一做就是长达17年的时间 在17年的时间里面 他也逐渐成为这种技术性的骨干 成为这个张忠模的左右手 那在2008年的时候 也由于各种的原因 他就提出了离职了 在2008年的时候呢 其实跟现在很像 跟现在中芯国际很像 在2008年09年那个期间呢 台积电的竞争对手 那个时候三星 在从台积电的疯狂的挖人 就跟现在中芯国际 从台积电挖人很像 我一个朋友他的表弟 目前就在台积电 就是南京的台积电 他现在也收到了这个上海的 这个中芯国际的一个offer 但现在还不知道 他是否选择要到中芯国际呢 那在当年在2008年的时候 三星也是在疯狂的 从台积电挖人 那梁梦松呢 就是在2008年离职之后 就到了新竹的清华大学的 这个积电研究所 进行一个任教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就跑到了这个韩国的 成军馆大学继续任教 可见这个整个一个过程 也是跟三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 梁梦松就正式的加盟了三星 那为什么到2011年才去 正式加盟三星呢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像做我们这种行业 是要签署一个竞业禁止期限的 就是说你在离职之后 你是不能够到竞争对手 立刻去入职的 大概是有大概两年或者三年这样一个期限 你是不能去竞争对手公司的 一般情况像我们这种离职之后 都要签一个这个协议 那当时梁梦松加入三星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果断的放弃了当时三星正在全力研发的20nm技术 然后它是直接从28nm直接过渡到14nm进行一个研发 而正面去跟台积电进行一个对决 因为台积电当时的芯片制造水平 也只是达到了16nm这样一个级别 那三星的做法是一个弯道超车 直接进入到一个14nm这样一个级别 所以可见风险极高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梁梦松的这部棋走对了 那当时我们还记得吗 当时苹果出了一款旗舰机 那个旗舰机叫做iPhone 6s和6s Plus 那当时iPhone 6s搭载的处理器就是A9的处理器 所以A9那个时候处理器出了两款不同的芯片 一款就是由台积电进行代工的16nm制成的A9芯片 另一款就是由三星来代工的14nm的芯片 是两款 正是由于三星的这次弯道超车 就是硬生生的从台积电的手中抢下了一大块苹果的蛋糕 所以可见当时梁梦松就用了他的一己之力 左右了台积电和三星这两家代工巨头彼此之间的消长 从这件事情可见 梁梦松他的个人能力和个人的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台积电张仲萌的震怒 一纸诉状就将梁梦松告上了法庭 他就指控梁梦松把台积电的很多这种机密的信息泄露给了三星 那最为神奇的是什么呢 这件官司竟然最终还告赢了 当时台积电就是拿着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电子显微镜 去观察两家公司生产出来这个芯片当中的电晶体 是否有这种雷同或者相似的地方 最后得出结论呢 梁梦松最后就败诉了 那这个判例就告诉我们 即使你在这种敬业协议期限过后加入到竞争对手之后 你也有可能会去败诉 判决结果就是要求梁梦松在2015年的年底之前都不得再就职于三星 也不能再给三星提供任何这种技术上的服务了 当然梁梦松的传奇还远没有结束 在2016年的时候就传出了梁梦松要离开三星去加盟到中国的中芯国际 果然在2017年的10月份 梁梦松就正式的加入了中国的芯片制造业的No.1 也就是中芯国际 那梁梦松加入中芯国际 倒不是说他可以有这种妙手回春或者是点石成金的本领 那他最大的作用是只要在这种关键技术方向的一个选择上面 他指出来此路不通 因为我已经走过了 我们应该选择这条正确的道路 这就可以让一家芯片制造业的公司减少非常之多的研发投入和时间上的成本 因为在芯片制造行业时间就是生命 果不其然 在梁梦松加入中芯国际不到一年的时间 中芯国际就宣布在14纳米工业技术上已经研发成功了 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 与国内的一家芯片的设计公司进行合作 已经成功完成了这种14纳米的一个量产 当然这家公司我大胆推测一下吧 应该就是华为的海思了 那这在芯片制造行业当中对一个追赶者来说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梁梦松的作用可谓是功不可没 当然中芯国际跟世界的前列的芯片制造公司 比如像台积电和三星仍然有不小的一个差距 但是这就给了梁梦松更多的一个发挥和施展的空间 继续去续写自己的传奇 说完了中芯国际和梁梦松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今天视频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在芯片制造行业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光刻机 在高端光刻机的制造方面 国内的公司尚无替代品 所以在这方面非常受制于人 中芯国际在高价购得了荷兰这家公司的EUV光刻机之后 在生产10nm以下的芯片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个就好像我之前所说的 那目前市面上所看到的这些旗舰机 它们的合音芯片目前所采用的这种7nm的技术 并不是采用EUV的技术 而是还是以这种原来比较成熟的DUV的技术为主 所以在EUV光刻技术上的研发 中芯国际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弯道超车并不容易 所以还是那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中芯国际加油吧 好吧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